大家好,歡迎收看我們的色雕,請下賺 那今天我們不講攻略,我們也不打架 我們來星空水上飄 這個遊戲其實來有,老實講其實有蠻多小遊戲的 那有些小遊戲其實蠻好玩的,像那個 覺醒古其實就還不錯 那像那個什麼桃花島啦,那些 有的沒的,很拖台錢的活動其實就是很浪費時間 那他每一次現實活動 其實有些,現實招募的時候 有些角色的一些小遊戲 其實很好玩,像之前的那個小龍女 抓那個麻雀,然後這一次鐵掌幫我 發現那個星空水上飄真的好好玩 所以我每天無聊都會玩一下,那 那今天我們就不打架了,因為 老實一直練功打架也蠻無聊的 蠻無聊的,今天我們來水上飄 那來看一下我們 我上次最高紀錄是六百多 六百多米啦,那六百多米的話 他每天會更新啦 所以想說看看有沒有辦法破千米 那個今天只是來試看 那個挑戰我要看這個遊戲 因為這個活動再過兩天就沒了 那沒了之後可能這個遊戲 這個活動就沒了,基本上其實我覺得 官方其實可以多做一點這種小遊戲 其實真的會蠻好玩的 而且如果獎勵給多一點的話 其實老實講這個小遊戲應該還蠻有潛力 其實他人物的小遊戲都不錯 像什麼桃花島啊那些 真的很不優 好,沒關係,我們今天來跳這個東西 雖然說獎勵已經拿了啦,但其實沒關係 偶爾玩玩一種小遊戲其實會 會放鬆心情 就跟我們那個練功啊那些 真的是壓力比較大這樣子 好,來,今天來花個十分鐘 我們來挑戰看有沒有辦法至少 至少,我的紀錄是六百六十八米吧 上次是不是 還六八八還六六八 那看看有沒有辦法破千米 至少破個五百吧 好,走 我們輕功 水 上飄 他說這個要在 喔唷唷唷唷 跳這個到底有沒有講話 要在兩個黃色線內 不過其實 暗的時候要 有些人會用輔助的那個 那個手機的話 他有 小心點 來來來,水上飄 飄 現在還幾米 其實我沒有空看上面那個 欸,差點掉 來來來,等一下,跳 跳 喔 他這個上面一點好像會跳比較遠 跳比較遠,但是下 欸欸欸欸欸欸,不要死他了 說好的 鐵掌幫 鐵掌幫幫主 怎麼可以跳那麼短 跳 跳 他其實應該 欸欸欸欸,小心不要死 他其實應該配一些一些那個 可以吃到一些 假設 如果可以吃到一些元寶 還是吃到一些九一的 有點像那個馬力兄弟 欸欸欸欸,不要死 有點像馬力兄弟可以吃到一些東西 其實應該還不錯 欸欸,差點死掉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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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 我看到 最高的那個 欸欸欸欸,小心不要死 我看到最高的那個紀錄好像是 有五千多名的吧 我實在是 嘖 我實在很難相信人工玩可以玩到五千多名 五千多名要跳一個小時 欸欸欸,再幾米啊 欸欸欸,不要死 三百多 我看我能破錢 破錢就好了 我只是嘗試 欸欸欸欸,小心不要死 我只想嘗試看到能破錢 來來來 我們雖然 沒有球千刃 但是我們也是 輕功水上飄 其實這個說難不難 但是要一直維持這個 術力其實真的蠻累的 欸欸,怎麼停下來 跳啊 跳 欸,小心腳死 四百多 哇靠,才一半而已 才半我眼睛就開始累了 欸欸欸,小心 水上飄,水上飄 他如果有一些那個獎品的話 其實那一次一次其實還不錯 他應該比如說限制一天玩個五次 然後 跳到多後面的時候 可以那個跟馬力兄弟一樣 可以吃一些 什麼九陰啊 或是英雄鐵這種東西 欸欸欸欸,不要死 來來來,繼續跳 我們要看看 我們最高紀錄可以 欸欸,不要死 我看到有人跳到快兩千 天啊 這個玩意兒跳到兩千 欸欸欸欸,我差點死掉 靠腰 我手差點停下來 幹,邊講話邊按真的是會累 按這個按到後來是 注意力比較難集中 跳 跳 喔 其實電腦是比那個 手機來的好用一點 我玩手機的話會比較那個 手機來然後比較難用 欸欸欸 電腦會LAG 我電腦有點爛 現在幾米啊,700多 欸,我破紀錄了也聽說 欸,不要死 我至少要破千 我要破千 破千 跳 跳 欸欸,沒事沒事 喔,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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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我第一 我第一次用電腦跳就可以跳破千嗎 八爪二樓 喔 來來來來,看能跳多遠 唉唷 唉唷 其他有些彩蛋應該比較好玩 大家就比較有動力 只有跳過五百米或一千米 有些獎勵之類 來唷 我是給那個 跳過一千米就可以一個專武這樣 欸,我差點死掉 靠 哇 他是沒力的是不是 他只有體力限制啊 我怎麼敢跳不太動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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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力兄弟 跳 喔唷唷,破破破破千米了 唉唷 我第一次破千米了 來來來來,我們來看我們來看我們可以跳多遠 等一下喔 哇,這是我第一次跳耶 電腦真的是感覺比手機好用一點 手機按手會抖 那個大拇指會抖 唉唷,一千一囉 會不會有人用電腦層次來跳 唉唷,差點死耶 靠腰,剛剛眼睛眨了一下 跳 跳,喔喔喔喔喔,差點死掉,跳 用力 你沒吃飯 你沒吃飯 球千刃,你有沒有吃飯 跳 球千刃 跳 喔喔喔喔,沒死沒死 唉唷,一千二 唉,幹,喔 喔,真的累了 唉唷 現在是靠以前玩那個貪死蛇 還是玩那個俄羅斯方塊那種 就是,你肌肉要是有那個記憶的話 其實按 其實你有一點恍神 但是你的手指還是會不自覺的按下去 唉唷,一千三囉 開玩笑 進技場打不到第一名 好歹我們跳這個要跳贏人家 跳 跳 用力 跳 我看到人跳到五千多 我看到今天能不能跳到五千多 跳 跳 唉唷,差點死掉 噢,沒死沒死 噢,我的滑鼠掉 噢,我沒時間看我滑鼠到底有沒有飄走 一千五囉 用力 九千刃 跳 一千四 一千四 來,跳 喔喔喔喔 這有沒有能夠破萬 應該不太可能 他,他其實應該跳過某些那個 他難度要變那個 他那個黃色的那個條紋要 要減少一點 這樣比較有難度的那個 一般 這會不會有人寫程式 直接那個啊 跳破萬公尺 這樣子 來喔,跳 用力 小仙刃 鐵張 喔唷,差點掛 鐵張水上方 你是最強的 跳 用力 跳 噢 沒關係,我已經破我的紀錄了 我原本昨天 呃,前幾天才跳了六百而已 等等,想去經營一下他以後那個 跳這個要是有些東西可以拿 這個的話他還不錯 假設跳過,每跳過一百公尺 拿一個元寶其實也不錯 然後以你最,那個 如果你 以你最高紀錄來拿這樣 其實大家應該會玩得比較開心 有些強迫症的人應該就會比較 喔喔喔喔喔,我手痠耶 一千七囉 走 喔喔喔 哇,好累喔天哪 欸欸欸欸,我靠,差點死掉 哇,天哪 哇,現在多久了 我現在沒時間看其他 我那有幾公尺我都沒時間看 欸欸欸欸,差點死掉 來喔,九仙刃 身為鐵掌幫幫族 先來講個故事 欸欸欸,不要不要死 欸,我怎麼感覺那個黃的有點少 是我的錯覺嗎 一千九,一千九 跳,再跳 哇,這要是玩,這要是會玩到累 比較,手有點痠 現在幾公尺啦,兩千六 來,看看有沒有 我看到有人流是流五千多公尺 等一下到時候來開個串 看看大家 看看大家平常跳,跳最高跳多遠 我好像看到差不多兩千 一兩千出手差不多 因為很少人會無聊玩這個遊戲玩那麼久 哇,已經真的酸了 走 跳 跳 動力 跳 輕功 說好 你是輕功水上飄 喔喔喔喔,沒死沒死 他好像踩那個 越上邊遠的話,跳的會越遠 啊也是啦,你踩水面本來就是 喔喔喔,大躍劑 踩水面本來就是那個會跳比較遠 喔,有些人真的在酸 唉唷 奮力的一跳 啊幹 啊,真的累了,2273 ok,第一名 哈哈是不是 打不贏別人,我們還跳 跳遠還跳不贏人家嗎 是不是,2273 啊,ok 啊,其實這個遊戲還真的蠻好玩的 其實這個遊戲老實講那個 啊,弱水了 好啦,這個遊戲其實 我覺得以小遊戲來說 我覺得這個遊戲是最好玩的 比那個 一開始小龍女那個遊戲還好玩 這樣 好,ok,大概是這樣 那 鐵掌水上幫的幫助 如果大家 那個 在前面幾幅開始 慢慢陸續在開放的時候 這個小遊戲真的可以玩一下 這個小遊戲真的很好玩 那那個 手那個毒巧其實也不錯 那個三面的那個刀丟過來 不過他這個有上限的 丟過來最高是30 30個吧 一個方向好像10個刀 30個刀這樣 這個就比較沒有那個 虛偽型 因為這個就是最 有個上限這樣 好,大概是這樣 今天只是跳我們的那個水上飄 看能跳多遠而已 好,大概是這樣 那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看看你跳 大家最高紀錄可以跳多遠這樣子 然後 可以來PK看看 那個 看看大家的那個 靈活度如何這樣 好,那 今天不要忘記住 喜歡的話歡迎支持一下 我是懸老,感謝收看 下次有緣再見